今晚国民党2024已经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出来参选总统 不过到现在为止换猴声浪还是不断 不过现在呢蓝音小鸡就帮忙发声了 因为最近呢就换猴声浪不断的加上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动作频频 让很多人都认为郭台铭有出来参选的可能 那么换猴的声浪更是现消沉上 但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博弈就说了 他说现在的双方支持者都非常的稳固 换猴应该也不太可能转向 党又何必换总统参选人呢 尤其是现在如果变斯卡东的话 就会变成领先集团跟后面集团 那么猴国目前看起来只能争取第三而已 那么就是等着被看笑话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他就举出就两份民调为例子 像是风采民调就指出了 郭台铭跟猴友宜的支持度分别只有17%跟15% 两个人只差两个百分点 就连正传媒的民调也显示 两个人只相差一个百分点 也因此差距不大 所以他认为这个时候 挣钱换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所以他呼吁郝友宜现在竟然都已经被征召了 那么应该放低姿态 把自己身段压到最低很重要 争取更多人的支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